一个少女喜欢一个少年整整十年 为了这个男人 他编织了一场四月的谎言 今天我要继续给你们讲的 便是这部看了一遍 绝对不会再看第二遍的神作 四月是你的谎言 有马公升是一位钢琴天才 但是因为对着妈妈说出 你给我去死的话后 没多久妈妈便发病去世 从此公升便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 每一次弹琴都会听不见琴声 这让他认为是妈妈的抱负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 直到一位少女小训练出现 公升才感觉自己的世界有了光 在小薰的帮助下 他慢慢地开始重新借助钢琴 但是却得通过印象来弹奏 因为他仍然无法听见琴声 在公升和小薰受要的 庆典音乐会公演已经尽在咫尺 小薰选了《爱的忧伤》作为演出曲目 但是公升却迟迟无论地想要他换一首 因为这是妈妈经常弹奏的音乐 也是他从小听的音乐 这里没有太多妈妈的味道 而且公升的内心还心存疑惑 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原谅这个 一直拼命忘记他的自己 那天公升和小薰忙到很晚才回家 饿了一辆单车 骑在幽门的星空下 唱起了《想星星》 等到了小薰家 小薰的父母是开蛋糕店的 十分乐情地招待了公升 洪子曾经说过 公升听不到声音 是因为没有被外在的声音的束缚起来 首先听见的是心中的影响 和内心深处响起的声音 所以公升将会拥有 将心中所想的音色弹奏作样的技术 一次游玩发生了意外 公升掉入泳池 驾驶为公升仿佛今生弹琴时的五边黑暗 但是随后他看到了光 于是他坚信也许会有光投进来 等到音乐庆典这一天 小薰却没有暗时出现 最终作为伴奏的公升独自上来了 公升弹奏得十分像他的妈妈 这让洪子十分地感动 公升又回来了 当初放心不下公升的妈妈 拼命地训练他 再变成上了最后几分钟 全都是在担心公升 以后的日子会怎样过 他一直强迫公升不能脱离琴步 却带有自有风格弹奏 是因为在比赛的时候 评委很难会去看这些 你只要规规取指的遵守琴步 在比赛上才能拿到真正的高分 否则你会经常被评委认为 你这是不尊重 公升用这首曲子 告别了妈妈带来的意义 因为从这一刻起 他弹奏钢琴不再是为了妈妈 而是为了小薰 观众席上他再也没有看见妈妈的王宁了 果然那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小薰在这一天病倒了 记得音乐 之后他只是说自己撞到了头 但是公升看着穿着病服的他 内心十分的不安 很希望他真的只是小病 很担心 他会不会像妈妈一样彻底消失 好友小薰看到公升在钢琴路上的进步之后 又开始感觉 自己要和他的世界各各不入了 只好不断来安慰自己指示他的姐姐 然后和蓝又吉腾 进行着不温不和的约会日常 小时候 公升与一位弹钢琴脱离了小薰的世界 小薰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情 跟齐腾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聊公升的事情聊得特别开心 于是 小薰的朋友有些担心的提醒他 确认一下到底喜欢谁吧 过来 在公升和小薰一起回家的路上 一如今往的对话 互开着玩笑 小薰也才发现 公升好像长大了 而且 自己竟然有一瞬间的行动 可在这时 公升说自己以后要离开车里 去上音乐席的高中 小薰听完后就崩溃地离开了 这一刻他也才明白自己对公升的感情 而后来 他跟齐腾走在一起的时候 想要说些什么 结果齐腾却突然说 自己喜欢上了别的女孩 他认为自己跟小春 还是不太合适 小春没有说什么 只是捂着脸 不断地哭泣 因为他知道 这是齐腾给自己机会 那个喜欢的女生 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之后 他真的跟齐腾分手了 可小春 还是很讨厌音乐 但是在一天深夜的前方中 小春还是忍不住强公升 倾诉了自己伤害了齐腾的事情 但是公升太微楼了 他说既然在和不在都一样的话 那就永远在一起吧 这话说完 小春就哭得更难过了 他确实不懂音乐 但是 他真的很想跟公升在一起 于是决定让自己不再沉浸在回忆里 自己也要前进才行 之后 他便开始认真学习 想要抱抱公升附近 包括了学校 隔天公升想要去医院看望小薰 愁足犹豫了许久 却捡到好有伙食的妹妹 向作纸 小纸隐瞒身份有备而来 并且成功成为了公升的小徒弟 之后的日子 公升都很严格地指导小智 那小智有一次 直接气扑地跑到神社去了 在神社 他终于和公升说了心声 小智是为了追逐他憧憬的英雄 才开始弹钢琴的 因为一直以来 他都想用琴声告诉英雄 自己默默支持他 可是英雄却从小就在追逐有马公升 所以 他想要代替英雄 打败公升 所以才找上了他 而且 他想拜公升作为他桃圆记 表演的外援 最后公升和小智 调切了自己喜欢的人 小薰 形容他就像云霄飞车一样 把他耍得团团转 但是 他又是一个只要存在着 就可以将这个暗淡无光的世界 变得多姿多彩 非常耀眼 和强大的人 说完公升 再次勾起勇气 去了医院 结果听到好友小杜 在被小薰的声音 他难过了 离开了 当天晚上 小薰的腿麻痹了 他的病情 已经十分严重了 于是 在某一天 他出现在校园里 然后假装在等小杜 因为在外人眼中 是小薰在喜欢小杜 还在放学路上碰见了公升 小薰就拉着他 却疯狂购物 穿着校服的小薰 公升以为 他又去上课 为此 还松了一口气 结果跟他回学校 拿书包才发现 小薰撒谎 他根本就没有去上课 原因是因为今天 医院特批了 一天的病假 这一天 小薰和公升一起购物 一起夜晚的学校冒险 一起回家 天空的星星们 都那么的闪耀 两个人的心 仿佛近在咫尺 他们都想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就好了 然而小薰在他单车后座上 无声地哭泣了起来 公升没有问他原因 但小薰知道自己的时间 不多了 他催公升 努力地练习钢琴 准备十六月的比赛 他太急动了 导致大家都很惊讶 公升也担心他的反常 因为他的表现 跟当初病重的妈妈 太像了 小薰还开玩笑地问公升 要不要一起训情 他坦白地 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 要是当初没有相遇 就好了 公升变得更加害怕了 也拒绝再去探望小薰 因为他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 也没有心情练琴 公升觉得不公平 由于小薰给了他 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和东西 他却什么也不能为他做 为了鼓舞小薰 不要放弃小提琴 公升主动请求参加 小薰学校的讨厌计 一直以来 小薰都被所有人看好 但是在背后 他们都嘲笑他 只是因为脸蛋好看 所以可以轻松抵律 他的英雄就是自己的哥哥 想做武士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小薰扛着流言蜚语 和公升努力地练习 红子开到哭泣的小致 弹钢琴 就是为了在台上的那几分钟 展现自己 所有努力在那几分钟里 都会变得值得 等到了表演的这一天 公升也很紧张 但他用小薰说过的话 安慰了更加紧张的小致 演奏开始前 公升拜托小杜 灯火 现场直播给小薰看 在演奏开始 这是个完美的开始 但是中途 公升作为伴奏 突然直接要盖过主角的风头 惊讶的小致 虽然并不妥协 自我的应对者 观众们都对小致 刮目相看 没想到她是 如此优秀的女孩子 公升是个优秀的伴奏 很好地引导着小致 小致这些天 想要被最爱的哥哥处理到 自己努力 没有百费 而且在舞台上 他也找到了弹奏的理由 两个人的演奏 鼓无人心 在音乐听着演奏的小薰 突然坚强地 战斗起来 空手拉起了他 没想放弃的小提琴 隔着时空和公升 一起演奏起来 台下向左舞视 伸手感触 不想再直播出钱了 十二月份的比赛 他向公升宣战了 公升也请求小薰 再次跟他合奏一次 小薰被他之前的演奏干烂 没办法再放弃小提琴 他干涸的内心 也被公升自伦了起来 他同意的 想再做一次美梦 本来决定自爆自弃的小薰 决定接受手术 即使 只能延长一点点时间 他也想再拼命 挣扎一次 并且每天都努力地 做了两只小腿的扛复训练 公升只管小薰 可是小薰一开始说 自己喜欢的是小杜 公升只要退居 成为友人A 所以小薰 突然有一天对公升说 你只能跟我谈恋爱 因为你太傻了 他真的很想公升 能多关注关注自己 关于小薰的表白 公升 一火满满 不知真假 在一面星空下 小薰看到飞机 恶情分地给公升 打了电话 公升很开心 自己的一切 都被小薰牵着 他说 重要是我想要见你 公升直面地自己的感情 待着激动地心情去医院 却只看到了命中的小薰 被一大多医生 围着 从而 转入了重症病房 公升害怕极了 这一天正好有只野猫 也被撞死在公升眼前 公升再度陷入了腿肺 因为把他重要的人 一个一个地带走 他没办法再弹紧了 即使 比赛已经尽在尽时 当公升再度见到病情 稍微稳定了小薰 小薰说自己的手术 定在了公升比赛的那一天 他会为公升 平民挣扎 为了鼓舞公升 他平民地站起 假装在他小提琴 可是双腿无法支撑 所以我倒下 他哭着说 公升一直都在自己的心中 无论何时 公升又觉得小薰 好美啊 等到比赛之天 为了和小薰的约定 无论如何都想谈好 他的内心悲伤难以 但是台下作者 很多默默陪伴着他 跟他人生息息相关的人 淡淡地回向着 更多的是小薰 他的演奏悲伤的五彩缤纷 公升想要把自己的音乐 传递给小薰 渐渐地 和不天使般的小薰 出现与他合奏 公升进行了享受着 南天变晚霞 晚霞变盘心 在小薰消失时 又变成了极光与飓风 最终 他哭着永别的小薰 小薰没有熬过手术 去世了 他留了封信给公升 心常说 自己五岁时 听了公升的第一场演奏 而被深深地感动 当天就跑回家要爸妈 满小提琴 因为他想和公升合奏 初衷虽然和公升同校 但却不敢付出行动 只要他知道自己 时日不多了 才奔跑了起来 为了不留遗憾 开始随性起来 而且喜欢小杜 却是接近公升的谎言 直接让小春 把自己介绍给公升 肯定不行 因为小春 最喜欢公升了 他也想跟小春 说一声对不起 过来公升和他想象中的 一样温柔 选择你 真的太棒了 在读完小薰的心后 小春找到了公升 他知道公升对小薰的感情 也知道公升身边的人 一直在离开 他读完鼓起勇气说出了 别以为你是自己一个人 他会永远像幽灵一样 缠着你 公升弹奏的钢琴 向着小薰的他 嘴角微微上扬 小薰早就连鞋都没脱 就住进了他的心房 一辈子都忘不掉了 和公元薰相遇的春天 又要来了 再也没有公元薰的春天 也要来了 路梦落荫 满薰香 梦醒游记 四月晃 公升的人生 是在黑暗和光明之间 反复切换 他是成人眼中的天才 但是 在学期的那段时间 他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在妈妈的教育下成长 虽然不说苦 但是 在妈妈那严格的教育下 丝毫没有情感的演奏 仿佛 置身于黑暗 也不会挣扎 而范冠薰 他同样也置身在黑暗之中 但是他自己 就是一道光 走到哪 就会把光明带给他人 作为公升的拯救 可是 他是把拯救公升 当成了自己的拯救 因此前的那段时光 公升就是他 等生的全部意义 故事没有出现任何奇迹 就如同现实生活一样 奇迹 是很难出现的 结局的那封信 是给这部作品 最好的收尾和桥态 因为一切在开始 都是公元薰 前爱上的 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爱上了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爱得越来越深 而喜欢的理由就是 公升点亮了小时候 小薰的世界 所以在生命难尽之前 小薰也愿意去点亮 变得灰暗的公升世界 到十二级的故事 小薰只和公升 演奏一次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没有小薰的日子 公升到底会不会像 妈妈离开一样 变得萎靡 我想 应该不会 如果妈妈的离去 我虽然能够理解 但是 他只考虑到公升的生存 可小薰的离去 却考虑到了公升的所有可能 小薰就是公升演奏的新意义 即便 已经离去 但他也会相信 在人间的歌声 可以穿越时空 传递给小薰 看完解说 有人一定会有一个念头 因为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但是 如果你没有看过原片 真的推荐 你去看一次原片 绝对会有全新 不一样的体验 我是少年 一个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流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